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就算一边跑 你在后面吹她 这一餐吃饱比较重要 然后我正在吃饭 她也把你的收走 她也把我的饭菜收走 我在问你干什么 妈妈心太软 要什么有什么 她想买肋膏 然后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她甚至于跟你交换条件 妈妈如果我没有把它弄好的话 你可以就是不准我怎么样怎么样 那时候 谈条件了 买 当然就买了 怎么可以不买呢 不然不买 小孩很难啦 小孩太聪明 大人管不动 我小朋友 兒子 他要买一個樂高是500块 可是他开始跟你讲說 那爸爸 為什麼你上禮拜 你买了iPad是一萬元 我都跟我兒子講 我去賺錢 那不然你去播新聞啊 你去啊 可是我兒子 可是我兒子有說 我兒子說 他就是拿去啊 對 他有說 爸爸 我要拍過廣告 那我的錢呢 你爸爸拿去買iPad啦 對啊 父親教養大不同 小孩整個教材正確 到底誰說的有道理 專家今天一次告訴你 第一個呢 我們先從哪裡來 吃飯的規矩 好 吃飯的規矩 先來請教各位 你們覺得 到底老公或老婆呢 會害小孩吃飯沒規矩 是誰的責任 喂 Manken 原來只有我說實話 他們兩個都是為大男人的面子 真的嗎 那你先來闡述一下 為什麼一開始你會舉爸 為什麼 沒有其實一開始我跟我太太呢 對於小朋友吃飯的問題是 我提出來 我說 小孩子吃飯要有規矩 對 喊口號就對了 對 我喊口號了 我已經先嗆聲了 然後我老婆說 對 你說的是 然後她就開始執行 就是所謂嚴格的吃飯規矩 但是後來一直 平平破功的是我本人 對 因為我太太就是真的 就是小朋友如果不乖 她要從餐桌上 就是下來的時候呢 我老婆就說 好 那你這一餐吃飽了 所以你才要下餐桌 那我就把所有的飯菜都收走 而且這個飯菜 你爸爸自己親手做了 你不吃完好沒關係 你就餓到下一餐 或是下下一餐都沒問題 我跟你耗下去 對 那我在旁邊看了之後 我反而會跳出來說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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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她吃 給她吃 她就算一邊跑 你在外面追她 這一餐吃飽比較重要 小朋友營養最重要 對 然後我正在吃飯 他也把你的收走 他也把我的飯菜收走 我說你幹什麼 我說你幹什麼 他說沒有啊 因為我把他飯菜收走 但是你的如果沒有收走 待會可能高宇恩 看一看電視卡通 他又跑過來跟你要 要吃飯了 東西吃又餵他 然後湯喜又餵過去了 拿你的飯菜餵他 那一樣破功 所以你也不能吃 這個是一般 當父親會不捨的心理 很可以理解 但是為什麼在產出這個時候 艾莉克斯其實你的表情 是有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我的團隊好弱 怎麼會有一個人先過來 我覺得媽媽們都會比較心軟 他們都是一直要餵小朋友吃飯 一直要餵小朋友吃飯 然後一個鐘頭後 媽媽還在那邊我說 你就不要餵他了 他不想吃就不要吃 反而是你跳出來 對 有吃Rider就吃飯 然後他就說他不餓了 他吃了三口 他說吃飽了 我說吃飽了好 OK 那就不要吃了 後來真的 那天晚上就拿走 然後他就去玩 他就覺得好棒喔 早三起來 他就沒有東西吃 中午到學校 我跟老師說 不要給他便當 什麼餓了三餐 對 餓了三餐 他晚上回來 差不多六七點的時候 他開始哭 我說你為什麼哭 他說我餓了 我說什麼是餓 他說肚子痛 我說你第一次有這個感覺 他說第一次 我說餓好不好 舒不舒服 他說不舒服 我說世界上有很多小朋友 真的是餓 你沒有餓過 你現在知道是什麼感覺 對 你不要忘記 所以下次爸爸叫你吃飯的時候 你趕快吃 你以後就記得 你老的時候吃飯要吃快 我告訴你 阿里快吃 是不是看到我形成 Rider 把他的飯收走 爸 吃到餓的感覺 我告訴你 你老了就知道 這個時代 我們小朋友不會餓死 對啦 到哪裡那種零食 到哪裡那種便利商店 所以你覺得說 在這個徹底的執行度上 反而是老婆這個角色很難辦到 我覺得他們會心軟 真的會心軟 因為像我們家也是一樣 像我也是跟艾力克斯哥一樣 就是白開嘴在吃飯的時候 前一天開始吃副食品的時候 我是個很有潔癖的人 我很不喜歡家裡就是 東西掉的到處都是 對 小可就在旁邊一直在那邊餵他 然後就 那你要讓他吃 你就讓他自己吃 你不要在旁邊餵他 你要讓他學吃這個動作 對 他就覺得說他吃得不夠完全 然後吃得不夠完全 所以東西都會掉到處都是 然後我就在旁邊一直擦 一直擦 那這樣變成說有點 要讓他自己吃也不是 然後你要餵他也不是 要餵你就不好餵他 不敢放手讓他自己來 對 他就很不下心來 反駁一下吧 對不對 是不是 心太軟 心太軟 哪裡 你們沒有在自己的小孩的心情 不會這樣嗎 不會 家姐先來 因為其實像副食品 然後到他開始可以吃飯 都是我準備 所以我知道他每天吃的份量 那我會弄了一碗 希望他可以吃完 那爸爸每次吃飽飯 他可能有工作 或者是他怎麼樣 他就很悠閒的拍拍屁股就走了 就剩下我跟小孩就在餐桌上奮戰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我會 可能還小嘛 兩歲的時候會餵 然後到了三四歲他會自己吃 我會規定他時間 例如說 剛開始就是規定40分鐘 然後就是那個時鐘啊 就會放在他面前 走到擠的時候一定要吃完 我會陪在他旁邊 看著他把他吃完 但是呢 如果他爸爸在家 如果爸爸不在家的時候 他可以按照我的指示命令 他可以吃喔 可是爸爸在家的時候 他看爸爸走了 他就很想追過去 我說你沒有吃完 你就是留在椅子上 你就是不准走 開始哭 爸爸就衝出來 為什麼小朋友那麼的不高興了 他已經不想吃了 你就不要讓他吃啊 為什麼整個氣氛搞得這麼不舒服 這麼不好 這樣子他以後會快樂嗎 吃個飯這麼不快樂 消化會不好 對 就開始跟我講這些喔 然後好了 我們現在小朋友比較大了 就四五歲就帶去宴會 就可能人家結婚什麼的 開始啦 就開始跑啦 你抓是抓不住的 他就是要跑 而且人那麼多 你也不可能大聲罵他什麼之類的 你好不容易抓回來了 吃飯 他就開始這樣子啊 玻璃杯開始敲 水杯裡面的果汁通通倒出來 我說你看 這個就是完全沒有膠 然後他慢慢就聽我了 因為爸爸可能偶爾在 蜻蜓點水一下 就是破壞平常 對 然後在小孩面前做形象 對 就是會有一些那種 很假笑的那種舉動 真的啊 因為小的吃很慢 我也會從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這樣又吼叫的 然後慢慢到發瘋 歇斯底里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我這樣真的家庭氣氛很糟 所以我就會每次 哥哥吃完了以後 我們大家都吃完了以後 然後妹妹一看到哥哥下飯桌 他就會一定想要下來 因為他想要玩 但是我就會跟他講說 你再還沒有吃完飯 之前不准下來 而且也不會有人餵你 然後每次我就是 把他一個人放在那個餐桌上 這樣吃的時候 你知道那種整個情況 這樣看起來就很可憐嗎 超淒涼的 很淒涼 發賴這樣打下去 對... 這種時候只要爸爸一走出來 看到他女兒 天哪 怎麼可以是這樣 不要吃了 不要吃了 東西收起來 那我就會覺得現在是怎樣 他就是應該要把那個東西吃完 你這樣永遠他就不知道說 這餐飯要吃到晚就對了 然後爸爸就會說沒關係 等他餓了 他自動就會想要吃 可是因為他們兩個老公都在拍戲 都常不在 對... 因為你回來的時間 說不定就是那幾天 對... 他覺得我特別是幾天 我當然就是要... 對... 就不要罵他啦 對... 就不要好可憐喔 所以艾麗克斯比較有空 可以幫忙訓練一下他女兒 把他送到你們家去 小偉你們家咧 我們家當然是我老公啊 你知道這兩個都女的 女的爸爸都一定超成的 然後一開始我就是執行說 我們吃飯就是在飯桌上 吃完才能下來 電視也不准看 什麼都不能就是 安安靜靜乖乖吃飯 然後一開始我就是用 那個水果或者是點心 來引誘他們 我說你如果這一碗飯有吃完 你就可以吃這個點心 或這個水果 可是呢 有時候我可能就是在煮飯 然後弄完我還沒有那麼早要吃 他爸爸呢 就說想不想看海綿寶寶 電視一開了 哇塞 等我就是湯也燉好了出來 就看到三哥啊 一樣就是 也不知道飯裡面 碗裡面有什麼東西 然後就眼睛就是指釘著海綿寶寶 然後就這樣吃 那你這樣子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吃飯 那你吃了什麼東西 好 然後你就這樣吃 有沒有咬得很好 然後推上去你也不知道 就是看著電視 然後我就說你這樣子整個不行啊 之後就是我只要煮飯 他要吃飯了 小孩子就說我想看卡通 為什麼爸爸在就可以 然後我們現在就 爸爸不在我們就不能看 為什麼爸爸可以 我們不行 媽媽就變壞人齁 對 然後隔天爸爸要吃飯的時候 爸爸要準備開電視的時候 我就拿完 你再給我開看看啊 你再開啊 他就只要就是 我就跟他說 只要我在 你就不可以這樣 那我不在的時候 麻煩你也盡量不要這樣 因為我不在 有時候爸爸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不是長期顧小孩的 他有時候會覺得很煩 而且他爸爸很喜歡看海綿寶寶 為什麼 下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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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裡面的氛圍 有一個那個心態上 不一樣的地方 它就是有一種 它可能比較寬鬆點的態度 是在認為 我希望 快樂 天真 純真的笑 遠比你嚴格的教條 還要重要 但是呢 另外一個角色 就認為說 我當然要嚴格地教育你啊 因為我還要把你扶得正 以後成長上去 才會對 地基要打穩 這中間就是有很多 不一樣的看法在 有六個家庭的故事 對啊 黃醫師覺得 這個婚姻還要繼續 不是 不是 直接跳最後吧 直接結束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樣 爸爸跟媽媽角色 不同的差別呢 對啊 今天這麼多故事 我們其實 將來夫妻在討論 這些教養 或者是吃飯的這件事情 我們三個角度來看 綜合起來 第一個就是 跟孩子相處的經驗 不一樣 爸爸可能相處的經驗 就是他下班回家 他希望有一段 很快樂的時間 對 媽媽已經跟孩子相處 一整天 他們已經有快樂的時間了 這個時候是他管教的時候 所以有些孩子呢 趁爸爸回來 為了巴結爸爸 他就會在爸爸面前 特別乖 也有這種小孩 所以相處的經驗不同 每一個人對事情看法 就不同 第二個呢 就是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 我常常在門診 碰碰碰一個 不知道符不符合接的狀況 那通常呢 比較瘦小的孩子 是媽媽撐不住 通常比較大隻的 是爸爸撐不住 就是在教養這件事情上 因為那個已經瘦小 媽媽想到 我要再餓他一餐 餓個四個 餓四小時的時候 他實在是整個晚上都睡不著 所以那瘦小的孩子 通常媽媽媽 就會一直餓一直餓 拜託你吃 那通常那種比較大隻的 這算天性的母愛 對 大隻的時候媽媽覺得說 反正你也那麼胖 沒有減肥 沒有減肥 很多油可以燃燒 這時候媽媽就會比較嚴格 大概是這樣 還有跟誰做飯也有關係 做飯那個人通常 會很生氣說 我這麼辛苦 你跟我吃完 這真的沒重點 雖然好像表面是在講規矩 實際上他是 肥膜也沒送這樣子 那第三個就是 原生家庭不同 所以你的態度也不同 他家就是翹著二郎腿 坐在那個餐廳 看電視吃飯 對不對 那對他來講 這沒什麼嗎 看了還沒辦法 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討論過 大家可能就會有爭執 可是大概這三個方向 不是 那這樣說起來 到底以爸爸為主 和以媽媽為主 我是覺得這個 沒有誰對誰錯 而是說剛剛我講 這三個方向 你們關起門來要討論 那總之這個過程當中 夫妻之間討論 有一個共識之後 打開門 再去面對 同一個教養的故事 而不是說 大家就是每天在那邊角力 我在的時候 我就用我的方法 你在的時候 你的方法 那這樣就永遠都是 小孩子也會錯亂掉 對啊 小孩子變成說 從小就已經養成一個奇怪 我看到媽媽 我要變什麼樣子 我看到爸爸我要變個樣子 對啊 兩個都在說 我就去跑去找阿公阿嬤 所以小孩子都這樣 對啊 比如說我講個更極端的例子 像阿里克斯剛剛分享二個一天 有些小孩子 他有特別的體質 他有 就是他們是小時候才會這樣 他只要稍微餓 別人餓個四小時 是餓個四小時沒事 他只要餓個一餐 他就開始昏 手就開始抖 血糖就掉 然後那個銅酸就高 這時候我爸爸介入說 不行 我今天就是要看電視 那個阿里克斯爸爸當得多好 我要跟他一樣成為一個 爸 完了 我跟他講一次故事 你們要看一下 我趕快查一下小朋友 我的 乖的那天沒有吃 他還OK喔 老師 你小朋友有點昏的話 馬上給他吵架 大家都怪我 你知道嗎 現在小朋友看到這個節目 都知道我要稍微抖一下 結果有東西可以講 稍微抖一下 只要抖一下都沒事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太累 疊對疊 對 這個家怎麼了 大家都很會演 對 但是如果說父母雙方在於 剛剛吃飯這是一個例子而已 就是說 教養的態度方法不一樣的話 對孩子 如果孩子看在眼裡 或說對夫妻中間 就算關起門 他的那個感情的影響層面 來 王老師 我們以前都在討論 孩子的先天氣質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我們今天應該要討論的是 每對夫妻的 教養天性也都不一樣 有些人天生就是 溫柔育兒法 有些人天生就是軍事管理 把他當貓狗訓練等等 這樣子的都有可能 只是說這中間 其實還是有一個中庸的地方 舉例我們剛才在講吃飯這件事情 就應該要達到四個字 叫做 溫柔堅持 就是說你可以不用很 不用很造 就一定要隔二幾餐幾餐等等 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完全沒有退路的這樣一個方法 你也不用很寬鬆的 沒有規矩這樣子去養你的小朋友 那小朋友在飲食這件事情 我常常覺得小朋友真的很可憐 大人都有權利可以選擇吃多吃少對不對 可以選擇你吃的內容 對不對 孩子常常吐我們這句話 對啊 可是你想想看 味覺這件事情的發展 在台兒八個月的時候就成熟了 所以他跟我們是一樣啊 他也有喜好 他也有喜悟等等這些東西 只是說你不要因為破壞了規矩這件事情 然後把整個飲食上面整個的內容搞壞 我剛才很贊成小偉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吃飯這件事情 一定要讓他有興趣 這是我們常常在講的 吃多吃少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孩子有沒有興趣 到了用餐時間的時候 媽媽今天煮什麼 今天紅蘿蔔為什麼是這樣子 一攪一攪的 明天紅蘿蔔為什麼是一個半圓形的 等等的 這叫做 把注意力放在飲食上面 所以王老師 如果像剛剛所說的 有的媽媽她會一直餵 一直餵有沒有 因為餵了一個半兩個鐘頭 講一口 來再吃一口 你會贊成這樣的行為嗎 這時候他老大是對的 時間到的時候 溫柔堅持應該怎麼做 應該先跟他講說 我再給你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 明白具體的跟小朋友講說多長 因為有時候我們教養語言 就是很模糊的 他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等幾下 小朋友的 你要跟他講時間 對 時間 然後不行用鐘 因為他看不懂鐘 對 那你一定要用電子表 因為電子表是直接倒數 他看得出來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然後看他一直在那邊倒數 好緊張喔 我以前都說 這個長的針到了這個十 他還搞不懂 他還搞不懂什麼 那更小的小朋友 我們可以放完一段音樂 也是 當這首歌唱完的時候 那我就把它收起來 所以在中間 在飲食上面 必須要有一點彈性 好 那在這段時間的彈性 比如說像阿里克斯說 最後剩二十分鐘 這二十分鐘裡面 你認為另外一半 可以介入協助他吃嗎 我覺得要看你們夫妻 兩個人的溝通的一個程度 譬如說 你們兩個已經觀察到孩子 真的差不多食量 就是這樣子了 你在介入 一樣啊 有一個 一定會擔心吃不飽 但是孩子是飽的 那你就誤判了嘛 那你誤判了 你又把一餐的那個 飲食動機又降低 下一餐又不喜歡吃飯 又是來這邊 所以我說 你既然放了選擇權 給孩子之後 應該是要讓他自己去負責 這件事情 而不是也不能馬上就收走 那就沒有 那就沒有那個溝通的餘地 所以我覺得說 各退一步 在飲食上面 的確是可以建立的 其實餵食 有的時候也是一種親密關係 所以我們先講說 你這個餵食 是小孩自己跟你要求的 還是說他就是在耍賴 那我不覺得餵食這件事情 我覺得追著跑 追著餵是不對的 可是他不要了嘛 你還追著他餵 可是如果孩子說 我有點累了媽媽媽 你餵我 你可以看看他是不是 每天都耍這一招 如果他只是今天 真的特別的脆弱 我覺得餵一下 沒有什麼關係 搭配他自己吃 就是大概在兩歲左右 那個年齡 那三歲以上 當然就 我是覺得不需要靠這個了 只是說 我是怕很多家長就說 好 那就從此不餵 手一插 我覺得那就把那個 整個吃飯的氣氛 又搞得很快 好 那這是一個點 還有另外一個 是比較 買東西也是會 對 也很傷口氣 如果沒有買到自己想要 對 地上打滾 所以 各位 如果小孩 吵著要買東西 吵著要買東西 你跟另外一半 誰會先妥協 媽媽媽 白龍 有點鬆動 我們要一致的肯定 不是 你可以 沒有關係 你可以學高山峰嗎 你不用為了反抗 而反抗沒有關係 很明顯的本來是媽媽 你本來是要舉媽媽 看情況 譬如說我們帶我兩個小孩 去幫他的表哥買生日禮物 大家就在挑他表哥的生日禮物 那小孩子就會說 為什麼表哥有 我沒有 廢話 人家表哥就生日啊 然後他就是覺得 人家有 我也要 所以他就拿了A玩具 說媽媽 我可不可以買這個 你說不行 他就立刻放下A 就說媽媽 那這個呢 就表示他沒有在看這個玩具 是什麼 他只是想要拿一片東西 想要買的那種感覺 他要那個慾望 那這時候你就 我就是絕對不妥協的 就是不行 因為你這個態度就是不對了嘛 那如果說今天像哥哥 他想買樂高 然後他站在那裡看了很久 而且他沒有看任何其他的玩具 他就看了那個樂高 而且拿起來 這邊翻那邊翻這邊這樣 看裡面的圖 真的看到裡面去了 然後那時候你在旁邊 你觀察到說 他真的是 你就會告訴他說 這個東西很多小小碎碎的東西 那些配件什麼的 你確定你都可以收好嗎 你要先把規則跟他講 因為買很多東西 有的時候不是斷手就斷腳 然後就是都不好珍惜嘛 然後他如果堅定的眼神 就是說他會 他一定會 而且他甚至於跟你交換條件 媽媽如果我沒有把它弄好的話 你可以就是不准我怎麼樣怎麼樣 那時候 自己還談條件的 買 當然就買 怎麼可以不買呢 這麼感動人的畫面 問題這樣可能已經有三四組 也都是樂高啦 你可以缺別他跟以前的那一組 那他的Promise他都有做到嗎 沒有 他很不敢買 小孩很難吧 很難 很難 我會提醒他說 可是你上一次都沒有 只是提醒而已 那還有他當下如果 又弄斷 我就會跟他講說 那你這樣下一次 我不幫你買 家綺 我們家也是爸爸 因為爸爸就是沒有辦法 受得了小朋友 那種烏烏的眼神 我看在這個領域是非常容易的 因為有一年冬天 對有一年冬天 我們就到百合公司 他很吵著一直吵著 要買一件羽絨衣 因為他同學都有 他爸爸就覺得冬天 羽絨衣比較保暖 真的就去買了一件羽絨衣 好啦 已經買好了 走到隔壁的時候 有一件粉紅色的洋裝大衣 是那種羊帽的那種 很好看 他站在那邊就一直看 一直看 看著那個櫥窗 很久很久 然後爸爸就說 喜歡就進去看啊 試穿一下不用錢 就帶他進去了 帶他進去那個 試穿沒完沒了 對 就沒完沒了 真的 爸爸講得好順喔 對啊 以前爸妹都講這句話 喜歡就進去看 喜歡就去看一看 我這邊有錢 我這邊有錢 所以真的習慣 你先坐這家姐聽這句話的 對 好耳熟 對 然後後來店員就真的出來 幫他拿到他的尺寸 然後穿起來 在鏡子前面 左照一下又照一下 真的好好看喔 真的好好看 然後我們進去之前 我說你已經買羽絨外套 不能再買了 我在店外面 我就已經講了 不可以再買了 那個女兒的眼神 就這樣看著爸爸 一副 爸爸 我值得 這麼漂亮的大英雅 你的眼神 你知道嗎 爸爸 他不用講話 他只要那個眼神 眼神就夠了 結果他爸爸就 你值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會這樣對話 你知道嗎 當下我嚇到了 他爸爸就說 你值得 就是你不要怕你媽媽的意思 你知道嗎 就直接去付錢 那不是氣死了嗎 對 就是 後來我就說 我們不是說已經買好了嗎 可是那兩個東西 是他需要的嗎 就是已經買一件了 已經買了一件了 已經才剛買一件新的 所以第二件不需要 多一件不礙事 對 所以我想知道的 你生氣的是因為 你沒有拿到獎的嗎 沒有說 還是買一件 女兒有 媽媽沒有 因為那是母母裝 真的 第一件要嘛 你都買兩件 你不要買一件嘛 假如第一件你沒有獎 第二件 你是因為生氣第二件 你沒有拿到第一件 因為女兒拿到兩件 對 你一件都沒有拿到 對 有搞不好是 沒有 其實 沒有 我真的沒有想要 跟他要什麼東西 我只是覺得說 你怎麼違反我們 進去店裡面之前的那個 好 然後到了 我自己帶出去的時候 真的就很慘 因為像姊姊小時候 也是被爸爸養成這樣的習慣 只要被爸爸帶出去 就那種眼神一出來 爸爸 我值得嗎 就什麼都有 對 就有 然後我帶出去的時候 他看到玩具 你知道 大街小巷 就是開始哭 他就是要買 他就是要買 他不買 他就巴著你的大腿 不讓你走 後來那個路人 有的路人就真的是會 過來就會跟你講說 那又沒多少錢 小朋友哭成這樣 你怎麼不買給他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上買 而且要去打掃不買 然後回家又可以 被上網那邊罵 那天我看來孫家姊姊 他沒有辦法買回去給他女兒 可是我覺得像這種溝通的事情 如果大庭廣眾之下 你不適合大聲的話 可以把它帶到廁所 可以離去 對 通常我都會說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吃一吃 我跟你講 非常的不能殘養 可是他帶走不走 沒有 又脫去啊 脫去要用到大概三次四次 我講說你要不要去廁所 小孩子下去就說 你不要打我 更慘耶 真的 其他人會 不是 你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沒有 是你太久沒有上廁所 他就會開始哭 你每時候憋到座要上廁 然後就把他... 你看你憋到底有眼淚了吧 有人 你太久沒上廁所 然後脫著孩子在地方上廁所 你太久沒有上廁所 對 這是問他的 後來我為了要改正他的習慣 因為他已經厲害到 可以扒著牆壁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今天我真的不買 而且我現在要去坐電梯 我坐電梯我就不會再上來了 你會找不到我 我現在要回家了 你要不要跟著我走 好幾次這樣建立下來 現在就乖了 對 對 我不會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們出去也有目的 假如我覺得我們今天要去買東西 我們就會狂買 假如今天目標就是要去買玩具 我們就要買很多 假如今天不是要買玩具 你一個都不行買 我不管你怎麼叫 那他叫的話我就會覺得 對不起今天我們來這邊 這是剛才說的 我們說不定是要幫表哥買 或者是表姐買 你今天就沒有 不管他在那個玩具店他說 他也會常會 那這個可不可以 那我要這個可不可以 那我也要一個 那你幫表哥買一個 你可以幫我買一個 我不說NO 我們今天來這邊就是幫表哥買 下一次你生日 你就可以買 你生日你要買多少都可以 那永賢呢 他也不會很放心的就要買 可是永賢會去買很小的東西 還是會滿足他 對 像前一天 前一天才發生 我們就也是樂高 我們就去一個樂高店 它是個咖啡廳裡面有樂高 它一半是賣樂高 另外一邊是飲料可以吃的東西 哇 好棒 然後我們就進去 然後其實我也蠻喜歡樂高的 我是在看我就快 哇 心情打散的 很棒 可是該時間我就說 我們要走了 我一轉 這兩個小孩怎麼不見了 兩個小孩跑到櫃台 櫃台有那個拼樂高的 你可以買一個頭 一個身體 一個腳 一個帽子 只要100塊 我說為什麼誰可以 她說媽媽說的啊 好 就看永賢 妳就叫看我 OK 好 因為就是100塊嘛 還好啦 對 所以我覺得 她也還好這件事情 可是 她會比較讓他們 只要價錢不是很高的話 她會覺得說 我也同意啦 我覺得她覺得說 你200塊就讓他們高高興興 他們可以等我吃飯 乖乖的玩 這200塊是吃的 可是我都不會 連100塊我也不會 我就會說 我們來今天 不是要買樂高 那我們就不要買 對 我在想就是這個點 如果在想說 到底是金額大小 來決定這個尺度 還是說是那個規則 來決定那個尺度 當然是規矩為主 金額對他們那個年齡來講 可能他們也搞不太清楚 對 那我覺得常常失守 爸爸常常失守就是女兒 沒錯 對 沒錯 對 對兒子就比較嚴格 那媽媽 愛麗克斯在搖頭 還好 那媽媽通常失守就是 看旁邊的人多不多 看重人就贏了 對 怕丟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爸爸媽媽各有各的罩門 但是訓練有的時候 像嘉姐有的時候很慘痛 因為她在外面訓練 所以你要忍受很多次 她在地上打滾之類的 其實像愛麗克斯她做得很好 她在家裡就訓練了 那家裡就是一言九鼎了 所以她出去的時候 她就想到家裡的這個規矩 她想說再拗也沒有用 她就算了 她就放棄了 所以我覺得也許你在家裡 訓練好 再出門 不會要花那麼多心力去把它拗回來 我請問 父母可不可以有一種補償心態 譬如說在當下 他說他很想要 譬如說舉個例好了 以前兩家人出去 然後他們要買個籃球 買什麼東西的 運動鞋啊什麼 你知道在那裡面 孩子不管怎麼樣 他看到我球 他就想要 那當下我就嚴格地製作說 不可以 你要求幹什麼 家裡已經有一顆躲避球 一顆籃球了 然後你還要再拿一顆籃球幹什麼 我當然就不允許 我非常嚴格地不允許 但當下他們就是非常的哀怨 我們就回家了 可是回家之後你看到他們的臉 跟心情的沮喪 我們就覺得 又不忍心 是有愧對他們的某些的 什麼什麼樣的心靈 那我們就很想說 好啦 那要不要找一個時機點 然後我再帶你去看一看 有沒有其他你需要的東西 好爛喔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心情常常會在心裡面 一直反覆出現 一點迷補 可是其實小孩蠻容易 可以轉移轉移 對啊 所以當下你不是他 對啊 因為聖誕節的時候 我小女兒就是這樣 他很乖 那時候聖誕節 因為他的聖誕節禮物 他爸爸我們之前早就買好了 就一台腳踏車 那腳踏車兩三千塊很貴 所以聖誕節就不買給他 那我們聖誕節那一天 就帶姊姊去玩具反抖程 然後姊姊就很開心說 哇 我要這個 我要這個 然後我就跟 我跟我們大家小孩講說 聖誕節禮物一千塊以內 我讓你買 然後他就站 他就 他說好 他就去挑 然後我就看到妹妹就很乖 他說這好棒喔 那好棒喔 然後他那個 他那個背影真的很淒涼 他就看到一個那個什麼 美少女的什麼 奠吉他 他就拿在那邊刷刷刷 然後看那個小台的Money的 就是有介紹說那怎麼玩 他說我也想要變美少女戰士 我好想要喔 可是我不能買 他再就放回去 就在我跟我老公面前 就這樣子 他都會再演 大絕招 我不能買 絕招 他就放回去 然後我老公在後面說 怎麼會這樣子買給他 買給他 對啊 這很厲害耶 對 那那個多少錢 怎麼會這招 才四歲 這很厲害 而且他 我八點檔一定看很多 對啊 他就投第一點這樣很落寞的 然後他姊姊拿了好大一個那個玩具 這樣戳得很開心 然後他就這樣牽著我的手 然後就這樣 背影就這樣 我說怎麼能不買給他 然後我就馬上又拿了一個很大的 也是跟他姊姊一樣價錢 我說那你拿這個 媽咪買給你 沒關係 不用了 然後我就說 那你現在去挑一個 來...你挑一種 你拿這個... 你拿這個... 這個要不要... 這個不要嗎...這個 然後爸爸就說 好我去給你買吉他 他說沒關係不要 後來你知道他怎樣嗎 他說那我這個好了 他拿了一百多塊那個 就是那個彩帶的那個 拜託他 他爸就馬上抱他 他就說 我的好女兒啊 你真的會被爸爸省錢 好發點檔喔 然後馬上轉頭說 你看 你都不學學你妹妹 然後都買那麼貴的 然後他姊姊就很莫名其妙說 對啊 這整個故事還不是 但我就是... 對啊 就是這樣嗎 我覺得其實剛剛講了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說 一個孩子他遵守你的規則 然後今天去那邊 他忍住了沒有買 你應該鼓勵他 可是不是用禮物鼓勵他 你可以用別的方式 比如他今天回來 看起來雖然背影很落寞 你說爸爸今天感覺到 你努力你有忍耐 你有堅持 這是好事情 所以今天晚上我吃好一點 或是我給你吃冰淇淋 這都OK 總之你用別的方式 鼓勵他那個內心裡面 做的那個決定 而不是鼓勵他那個行為 比如說放回去 其實放回去他可能心裡 還是很不甘願 他不知道他這個事情做了 為什麼爸媽媽會覺得很好 那這很好的原因是 因為他有忍耐 那第二個就是說 學齡前的小孩 真的要小心 公平是他們心裡面 唯一的那個評量的標準 所以我不反對 在其中一個人生日的時候 送一個類似的東西 給另外一個人 那我們就說 因為哥哥生日 我們一起替他慶祝 那是學齡前 學齡後 當然他們可以了解說 你跟我有不同 但學齡前的孩子 他腦袋就是說 爸爸媽媽有沒有公平的 愛我們兩個 如果你今天常常用這招說 今天有你有 明天你有 今天你沒有 明天你沒有 小孩就開始爭寵 他就開始爭寵 每天就是跟你討這個討那個 因為他們覺得 那個就是你愛的表現 就是送東西給我的時候 所以我想 這個剛剛講的這些故事 是有折衷的辦法 買不買這件事情 有的時候 不能主觀的自己覺得 我有能力可以買啊 很多家長都是這樣耶 三千塊四千塊 可以啦 我有能力 誰沒有能力可以買 可是當你跳到這種主觀 這個我可以買這個 迷思的時候 你就會 你就不能客觀的去看 孩子有沒有需要 還有我之前定下的規矩是什麼 對 你像餵魚有沒有 常常說在外面投個十塊 就可以餵魚嘛 對 小朋友投完 餵完一桶以後 會滿足嗎 不會 一定跟你講說我還要 對 我們這樣最高紀錄 你知道啊 跟朋友的小孩 你知道餵了多少盒嗎 六十七盒 最高紀錄 難怪那些鯉魚肥的 跟豬一樣 還活著嗎 還活著 魚肥沙納金就大了一號 對啊 就小孩輪流 去跟自己的爸媽 一百塊餵了 就每一個都拿一百塊 一百塊 哇 怎麼都堆滿了 全部都飼料盒 六十七盒 對 所以就變成說 這前面的規矩沒有定好 孩子又沒有 價值觀又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他就會只為了他自己眼前的需要 然後一直 那如果我們成熟的爸媽都還不能 就是制止他的話 或者是讓他有那個學習等待的 一個品性這樣出來的話 那以後長大以後就是一樣啊 什麼事情都不思考 什麼事情都很衝動 我要我就是要 對 那所以我說從小在那個學齡前 就應該要教 等一等啊 你今天要買這個東西 好 我們下一次我還會再來 我們再看看你還有沒有需要 有時候小朋友說要不當 當下不見得是要的 你知道嗎 下次來的時候我早就已經忘了 上次我想要那個東西了 對 但是爸媽就會透過他的眼神 透過他那個渴望的表情 而誤判 那如果那個時候真的大哭大鬧 怎麼辦 真的要隔離 因為當下 總會有拉不下臉的時候 隔離是說真的硬拖他到廁所 我覺得情緒當下 要離開那個環節 我們要離開那個 來 我們到旁邊玩一下 來 來 我來 對 我幫你買 到旁邊來 那是又不玩的 可是我也想問兩位專家 因為你剛剛講的一個 我常碰到的問題 因為我小朋友 兒子開始懂數字了 以前你可以騙他 可是譬如說他買一個樂高 是五百塊 你不敢 可是他開始跟你講說 那爸爸你為什麼 你上禮拜你買了 iPad是一萬五 你電腦已經有三台頭 他還說 你電腦已經有三台頭 爸爸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是好事 這表示這個孩子 已經開始會死 對啊 這是好事情 對 可是我們 思考 我當然高下可以 可是我沒有要去 我都跟我兒子講 我去賺錢 那不然你去播新聞啊 可是我兒子 可是我兒子又說 我兒子說 他就跟著他去啊 對啊 他有說 可是爸爸我有拍過廣告啊 那我的錢呢 那你爸爸拿去買iPad啦 對啊 對啊 不要爸爸三台電腦怎麼來 對 這個要怎麼 我們要去怎麼 因為我發現 要怎麼溝通 要回到 為什麼你需要這個東西 跟他解釋嗎 你的iPad跟你前面三台電腦 有什麼不同 你真的 沒有 你也是想要而已啊 對啊 你不能只是想要 讓這個孩子知道 你要教育他 對啊 對 這方面我就很爛 艾力克斯怎麼挖洞給自己 對啊 因為我想知道 因為你知道最後 那我怎麼解決的嗎 你怎麼說 我就說 爸爸要買新的iPad 因為我要把舊的iPad給你 好爛啊 你就有自己的iPad 所以我才會跟艾力克斯講說 為什麼他需要 而他的孩子不需要 這件事情 你不能只是一味的禁止 孩子不可能 只有禁止這件事情 就可以不跟你要 對 那你越只是跟你講說 不可以 不要 沒有等等 這個孩子是跳不出去的 所以還是要去分析原因 對 不過你說到iPad之類的 Ben 你聽說很會用3C 來教育孩子還是什麼的 我姊姊的雙貓胎 大概大白開水半歲 然後現在已經兩歲多了 那兩歲多 現在美國很流行的東西 叫LeapPad 對 就像小朋友在玩的平板電腦 那裡面他防摔 防震 防口水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買一台好了 然後我就跟小哥講說 那我買回去囉 馬上被他打槍 他說不准買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不准買 我說不是啊 你這樣 他一天這樣滑滑滑 然後看到我們滑手機這樣 他會拿我們手機去玩啊 那變成說 他想要的時候 你就得要給他玩啊 他會跟你要 他會跟你吵啊 後來我發現 就是我的方式是 讓小可慢慢去看到 彤玲玲的小朋友 在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後來我發現 小可自己手機也 差點下載一些APP 是小朋友在玩的 他也會跟百下酒這樣互動 比如說講話的聲音會變調 然後拿給他聽 他看到貓很可愛 他會去摸他 去摸他這樣子 已經慢慢有被我感化了 所以我用我的方式 是這個樣子 就是讓他看到別的小朋友的成長 對 然後跟著他們的腳步這樣 你起碼是想要先感化那個小可 你不會說直接先買一台送給他再說 不會 因為我很怕買回來之後 不是小隊友這樣玩是大人 在那邊弄 這樣浪費錢也沒辦法 像我跟阿Ben的小朋友 年紀比較相近 大概都兩歲 然後他們很小的時候 我兒子大概一歲 他就已經會滑平板 不管是手機或什麼 小朋友都會了 對 然後有一次我聽見那個卡通的聲音 有點怪怪的 因為不是中文配音 也不是英文配音 只是文配音 是好像是俄羅斯 還是法文 他在看蘋果 他在看那個契額的那個卡通 他竟然找到了法文版的那個卡通 自己在看 我就覺得很神奇 然後我有一陣子也很擔心說 他這一輩子是不是就只看著那個東西 再用了 後來我發現其實他們的注意力需要轉移 就是我就請我太太帶他出門 帶他去上就是自然生態的課 帶他去上體育課 然後把他就是眼睛盯著螢幕的時間 縮短到最小 可是我覺得玩平板 真的擔心的就是視力 我有朋友過了一個暑假 小孩就近視了 這不只是視力的問題 然後內容 我兒子都會跟我講 他唯一可以玩的 他就是聽音樂 所以他每一次 他後來就知道 媽媽我要聽音樂 其實只是藉口 拿去音樂聽沒有一首 然後就開始是電到完全的聲音了 因為他很容易很容易上癮 對 可是不可能完全不接觸 那這個原則應該怎麼樣 其實我們在這個3C的一個時代 我們建議就是陪伴 就是陪著看他接觸的那個內容 內容是什麼 這很重要 所以你說要完全進 真的不太可能 而且我們不鼓勵大量的時間給孩子 是因為他們的感官 還沒有發展成熟 你知道幼兒的眼睛的那些四肢覺的一些 一些成熟時間是7歲 可是我們現在讓他們接觸這些東西的時間 都是3歲 太早了 對啊 所以我們用一個還沒有成熟的感官 然後再讓他接觸 那個學習模式不對 所以剛才Mountain為什麼說 讓孩子出去轉移注意力 去玩啊 對啊 去身體接觸啊 等等那些東西啊 他自然而然就可以忘記 這個東西存在 那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投入太多的時間 吃飯也讓孩子這樣子 然後睡覺前的親子共讀時間 也變成這些東西 對 然後白天起來的時候 為了要讓孩子去Routine的 做一些生活的事情的時候 這個東西又拿出來賄賂 所以自然而然養成一種壞的習慣 所以我覺得以前孩子都不用有這些東西 一樣可以好好的啊 現在孩子當然也可以不要有 不過如果話說回來 就是說像剛剛不管是說用iPad 還是說我們剛剛說的買東西 父母到底是誰的問題 誰要負責任 聽誰的 對 如果在當下 兩個人意見不一致發生爭執 比如說你可以用 一個說你不能用 一個說你可以買 我買可以 一個說你不准買 要有規則 到底在當下那個情況要怎麼辦 其實有爭執是一定的 我剛才有講 每個人的教養天性是不一樣的 就爸爸可能是軍事化管理 比較嚴格 比較理性的那一方 媽媽就是溫柔育兒法 就是覺得說還好有這麼嚴重嗎 對啊 就這麼一次而已 所以我覺得夫妻兩個 應該是要稍微有一點彈性 各退一步 而不是堅持己見 尤其不要在孩子面前 因為孩子真的會混淆 很難啊 對 真的很難 這時候你就說 永賢來一下廁所 來廁所 然後裡面開始摔東西 你很久沒有尿了 來 不是要帶小孩 要帶小孩 我可以說是依照 誰在帶孩子的時間 比較長來做 還是要按照事件的內心呢 我覺得還是要就是論事 有四個原則是很重要 第一個喔 在夫妻雙方在育兒的時候 第一個切記就是 要互相接力 互相體諒 千萬不要把 我整天都工作很忙耶 對啊 或者是我整天 都帶孩子很忙 掛在嘴邊 這是最容易產生衝突的 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其實 你常常在看 夫妻不是只有衝突而已 如果你認為你的另外一方 這個時候是處理得 非常非常好的時候 應該要當另外一邊的 譬如說媽媽在交小朋友 爸爸在旁邊覺得說 很有道理 本來就不應該買 這個時候爸爸應該要跳出來 跟孩子講說 媽媽講得對喔 這個時候是加成的 這個時候是加成的 媽媽也會感激你說 嗯 你支持他 對 你有進步喔 等等這樣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 要理性的溝通 才能發現差異 如果你一下子 在育兒的過程中 就已經是情緒 這件事情上來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的孩子也會感受到 那個情緒 也會感受到 你們夫妻中間的一個衝突 這個時候就別想交了 這是第三個 最後一個 就是我剛才講的 不要在孩子面前 快吵跟冷盤 冷盤就是人眼相待 不理對方等等 這個也不行 對 孩子會覺得說 原來這樣子的話 就是會讓你們的意見不合 會讓你們的意見有衝突 等等這樣子的 然後這個時候的焦點 會從孩子身上 轉到夫妻中間 所以快吵跟冷盤這件事情 不要在孩子面前上 我想那個 夫妻在教養上 有爭執呢 有四件事情可以做 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爭執的點 請先把眼光放遠 今天不吃這一餐 會讓他以後 就學會不守規矩 然後將來呢 就做間飯科 變成一個沒有用的人嗎 不會 不需要把一件小事情 放大到一個 整個人生的大道理 眼光放遠 試試看把那個標準 不一定要拉得那麼緊 第二個是 定期的家庭聚會 而且要傾聽不同聲音 我所謂的不同聲音是 理論上 家規應該是 連小孩一起制定的喔 當小孩子有參與到 家庭規範的決定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甘願 去遵守這個全家人 都願意遵守的規矩 第三個就是尋求 第三者的意見 第三者可以是專家 可以是王老師 可以是我們這個節目 可以是我們的新書 總之呢 或者是親朋好友 總是會有一個人 旁觀者親 給你一個更好的建議 讓你的夫妻爭執不休 不知道哪一方 才是對的時候 然後最後綜合上面 三個意見之後 定定一個 大家都可以遵守的 一個教養目標 我想這是一個 循序鑑定的一個結果 對啦 當然每一對婦女 誰會不愛自己的小孩 但是呢 要教育 其實雙方要定定一個 共通的共識跟基礎 雙方腳步一致 那才是會 讓孩子一個比較完整 跟正確的一個成長的軌跡啦 對啊 不然到時候 搞得家庭烏煙瘴氣 其實那不是大家樂見 真的